來自巴基斯坦的外師丁博城 用現在最夯的Chat.GBT 來作為課程內容 雖然難度有較高 但是學生都感到學習效果很好 外師他剛才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進英文的話 就是其實只要多練習 然後還有多用語言去做溝通 然後他設計了這些計畫的話 就是其實主要都是 針對他們的文法 來去做加強練習的 對 所以他們的英文 就會程度會大幅的提升 積極症和平國小 為了讓學生在暑假期間 不疏忽對於英語的學習 開班了英語夏令營 依照年齡與能力分做兩班 低年級班集中 從遊戲中學習 讓學生越學越有興趣 而這次也透過外師實際的交流與溝通 也讓學生們對於跟外國人對話 相當的有幫助 就是可以學到一些新的英語的用詞 還可以學到外師 那種國家的文化跟習俗 然後跟台灣有什麼差異 一開始一般的英文課 都不會有外師我覺得 這樣沒辦法打到溝通 就就是學就忘記 但有外師可以幫助我們溝通 我們就可以緊緊的記在腦海裡 因為和平國小 平常時就很注重英語學習環境 學生對於學英語的接受程度很高 就算與外師問答 也不會感到害羞 很願意講出口 五天的課程增加了 用英語溝通的機會 學生感到幫助很大 記者邱平易 吉吉正採訪報導